黃蛇小鴨相遇復出 載著它的貨輪 週一早上回到金中海旁 小心不暑後再次充氣 孤單兩天之後 黃蛇小鴨再一次在維港 成雙成對 不少來看鴨的人都喜出望歪 鴨的英文搭根廣東話的同音 有家長帶著考完試的學生來看鴨 祈求考試一定得 我特地來說考試一定得 兩隻巨型黃蛇小鴨 九號在維港亮相 但十號下午 其中一隻突然歇氣 讓現場民眾發出驚叹聲 哎呀 哎呀 看看那隻鴨在做甚麼事 主辦單位澄清 小鴨並不是爆破 只是天氣熱 空氣膨脹 導致外皮出現異常 主動洩氣避免爆破 而小鴨送回船廠 經過檢收集車室 可以重回維港跟同伴商聚 黃蛇小鴨不只在維港 還坐纜車上山 5000隻小鴨在大魚山大佛列隊 拍照之後小鴨用作意賣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靖華的報導 我是張美姿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掌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開始 鈴鐺 開始 鈴鐺 開啟小鈺